干锅鱿鱼须可以说非常受大家的喜爱 但很多人都做不出那个味道 今天教你最简单美味 最贴合家庭实际的做法 首先买回来的鱿鱼须 我们要去除两个部位 一是须上这紫色的膜 这是鱿鱼的保护膜 比较有韧劲影响口感 说实话去除干净还是需要点耐心 再一个就是这密密麻麻的吸盘硬壳 含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也需要去除 处理方法可以先加点盐和白醋进去放一会儿 这样撕磨去盘的时候更容易点 接下来把处理好的鱿鱼须改刀切结后清洗干净 再加盐 料酒 胡椒和几块拍烂的葱姜进去 抓匀腌制十分钟 这个时间来处理配菜和调料 青红椒切成片 芹菜切结 再切点洋葱丝放进干锅备用 料头就切一点姜蒜口就行 干香麻辣的鱿鱼须怎么少得了青红花椒和干辣椒结呢 但具体用量根据个人添加 再来一点成年豆瓣增加酱香味 少一点的火锅底料增加复合辣香味 最后再准备一点熟芝麻就OK了 我们知道做干锅类的肉都是不焯水的 但是鱿鱼须属于例外 焯水不仅能去腥除味 口感也很好 另外说到鱿鱼须是不是要过油的话题 这里讲一下个人观点 焯水后再过油口感肯定会更好 那是饭店可以重复用 但家庭操作一定不要这样 因为炸过鱿鱼的油和炸过鸡鸭不一样 可以回用 炸过鱿鱼的话整锅油都废了 不过油的话口感也差不到哪去 没有必要去追求那个极致 下来锅中水烧开后 倒入鱿鱼须焯水20秒捞出控水 要想鱿鱼须鲜嫩又不是爽脆 焯水时间千万别长了 接下来把锅烧热了倒油 有条件加一勺猪油会更香 先下姜火炒出香味 再下蒜口也炒出香味后 倒青红花椒炒香 然后下干辣椒继续炒香后 加陈年豆瓣和火锅底料炒出香味来 等全部都炒香后 必须要转成最大火 倒入鱿鱼须快速炒匀后 淋入一点啤酒入味增香 再快速炒匀 接着倒入青红椒翻炒入味后 下芹菜炒匀 加盐白糖和味精调味炒匀 锅边烹入陈醋增香 撒上熟芝麻关火炒匀起锅 最后倒入干锅点火即可 这样一道家庭版干锅鱿鱼须就做好啊 家常菜不是教给大家最好吃的做法 而是最适合家庭的好吃做法 如果喜欢这道干锅鱿鱼须 再配上这样详细的做法讲解 您愿意为他点个赞吗 感谢关注 我是南希 一该做饭的男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